湘江风云 时代芳华 再造香港商报 续写荣媒传奇 1952年香港商报创刊 标志着香港爱国爱港舆论 在天新阵地 香港商报从诞生之日起 就是香港人报纸 工商借喉舍 始终坚持爱国爱港 服务市民之初心 恪守 公正时评 修辞历程之报格 2022年7月1日 李家超先生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六任行政长官当天 在香港商报独家撰文 同开新片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机遇 2022年12月8日 香港商报创刊七十周年 致庆酒会 关盖云集 共襄胜举 恭喜香港商报创刊七十周年 生日快乐 作为中央政府特许 可在珠三角自办发行的 香港报章 香港商报 以沟通香港和内地经贸 往来为己任 为促进两地交流合作 倾尽全力 七十年来 商报在促进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做出了重要贡献 商报爱国爱港 以香港为家 以祖国为念 搭建桥梁 推动香港与内地及海外工商界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往来 足利香港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商报 立足香港 连通内地 服侍海外 从香港总部 到遍布祖国内地的 三十一家办事处和记者站 向全世界 讲述中国故事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总理李强的第一场记者会 现在呢我们是在深圳队 展现可亲 可敬 可爱的中国形象 香港商报发起成立全球商报联盟 几具世界华文财经媒体网络 发挥着超级联系人作用 我们要再造一个香港商报 如今香港商报正以再造一个香港商报的雄心壮志 加快媒体融合转型 构建跨境全媒体传播矩阵 以香港商报报纸 官网 App 为依托 覆盖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Twitter TikTok 微信 微博 视频号等 境内外社交平台 受众遍布全球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平台用户 近千万 月均阅读量 超过十亿 在历年 世界华文传媒新媒体影响力榜上 香港商报均稳居港澳台地区前列 2023年 香港商报报纸 官网和App全面改版 以全新的荣门设计 开启全平台改革序章 更多精彩 陆续有来 香港商报全新荣媒平台 港位更浓 财经位更纯 国际位更厚 大湾区烟火色更亮 网络感更强 荣媒体特征更加凸显 香港商报的朋友 你们好 香港商报的独家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曾慈慧 香港商报全新出发 很多好东西 希望它越办越好 看商报有好处 我的追求 你的感受